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起过去以往 对于市民的服务 对市民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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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 敬拜神明的需求 对市民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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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心 在社会福利上 对市民的服务 我想这个对社会安全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也感谢去年 所有这些市民们 对我们社服政策的一个支持 也非常感谢 那新的一年呢 也要谢谢 在我们社会福利工作 这些社工和我们这些伙伴们 在给予支持 对例如社会福祿到老人的好利好部 一直到新新重改 社会创造 摇抑柳子 行人新的气象 逍久也要去世与民间合作 共同重则 温暖大大难 但来新闻关於河秋帮 蔡宏不得 这位人上班里头一天 台湾市议会 马股行行庆祭团百 已经有贵心 If you will 与认立的与议会 与议会转退的与会 和相共悉 就和新的一年可以建加努力向前 在台南市議長過新年的剩下 包括議員王玉鳳、副秋蘭、庫稚村、紅荔椒、副鳳傳、吳宇凡 和營愛達利、定議員的京東北斗 17號上午在議會一樓大廳、既行新春團拜 和議會所有一起主管、全體觀光、京東基倍 合唱很好、並且不用來觀光、學識進步 今天借這個團派的聚會 除了向大家問好也要鼓勵大家 把自己當作新鮮人一樣 在新的一年大家要全力以赴 有一些舊的思維 我們應該比較不符合時代的 我們應該把它秉除掉 用新鮮人用新的方式 來迎接新的一年 最後互相勉勵 在競爭中求進步 在永續發展中 來求最完美、最快樂的事項 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新春愉快 議長貴信仰標示 台南市議會的這兩年來 基盤過很多的活動 包括小小的臺灣頂會 原市合併十幾年的活動 都想像民眾的合併 希望新的一年 所謂完工競爭主要求 讓所謂市民感受台南市議會的進步 台南市議會的進步 台南市議員跟蔡鳳報得 台南市順修大隊長宋俊明 為了保護警察順修隊員跟議交 在工業期間的 資金安全和金融方便 特別送出一萬的金融包 可以方便放隨身的工業物品 提出市長恩威鐵馬公開表達感謝 風雨期間 警察 孫秀大隊一期以後 指示為侯社區議案 不因為已經到貼索 孫秀大隊頂向宋俊明 為了感謝第一席 侯部市民的董寧 特別觀景一萬五百份金融包 提升這件的安全 十七日在春節連續加基結束的第一天 在新年警察局 舉辦觀景儀式 市政請勿包給台南市議長同仁 指交小王翔隊 這幾年裡面 我們行手中隊 對我們轄區的付出 大家看起來眼裡都有開 其實我們的武力裡面 我相信很多的視頻看得到 我們這些黨員長 大家幾年裡面 支援我們的總計 支援慰和寬懷 所以說在這裡的順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黃市長帶領執下台南市 推重市政 小小的一個螺絲釘 也起得了作用 我們台南市警局有四千一百多位 四千一百多位同仁 但是我們的武力加起來 將近一萬人 所以說可以看到大家其實 其實付出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對於治安的協助 有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那再次感謝我們 徐走大隊 沖大隊長 還有所有徐走大隊的同仁 也期許我們警察 各位警察局 各位常安市的警務人員 也期許我們所有 包括剛剛提到的議警議交 民防制工 尋守隊所有的武力同仁 大家一起協力 來為市民服務 一起來為我們提升治安而努力 儲當公益轉案開動以來 經濟要求民眾 建立八大政策 應該要配顧水安 為依照規定 經過款度不合價 依法可以出發三千塊以上 一萬五千塊以下的法徑 市府團隊在公益措施上 這支做到完成 現在又有了這個公益勤務包 為公益加添力量 大家新聞張索偉 蔡鳳報道 先客觀一下馬上回來 新聞很多 說到台南 你想到什麼呢 是美食 古蹟 還是豐富的人文景深呢 請跟著我們的腳步 欣賞百工百業專家 越南多樣的人文風采 一同開闢閱讀新飛葉 盡情鎖定 每晚八點半第三公用頻道 每晚八點半三天的市場 都會在香港進行 一旁完成 每晚五十八點四點四點四點五十三個月 每晚五十四點四點五十三個月 林在丹特俯來維樂 立法內 青棋隊員 感謝他們辛苦的付出 純紮林家也沒結束 繁保教請這林完 就已經正常在首頑本首 為了感謝青棋隊員的聲勞 市長恩衛帶 日月拆落 在繁保教中射四個培董事件 特別來到林立區、丹特區 維門這間林完 並帶順新春好戀 感謝大家年假期間 遊玩研修工作崗位 另外也提醒隊員 要落實個人放益 注意健康 請請尋問 也好隊員感到溫馨 雖然有幾天都要清運完 所以據我們了解 昨天光是清潔隊員都 收運了兩三次 就是車子都 同一個路線都清運兩三次 為什麼 因為垃圾量實在很多 所以特別感謝清潔隊員的辛苦 以及他們維護市容的努力 那在虧婦開工的時候 大家都回到工作崗位去 希望說大家也都記得 有一個乾淨漂亮的市容 就是清潔隊員的幫忙 環博球搜一到搜三 沒有太多分手 但也有這間人完留守 另外也有派出領域 維護純潔機関 任門景點 交通穩輸 主要道路頂駐走的環境 總結出動559人口 清潔壁索 以及一千萬人口清潔分手 為維護生育衛生環境做努力 待會新聞教授為蔡鳳伯德 為了方便民眾報稅 郭水宮提供 維護索和靠獨家的資料查詢 以及水柳七成的大新服務 其中水柳七成競爭高雄外民眾都需要 當然為了保障有六歲人 沒有想要讓家人知道收入 頂相關主要的訴求 所以南區國水宮就提前六歲人 三位照合精進 能要自己的申請分開提供 開心過了一年 不過今年中下蘇財水新部也開始要面對 其中為了馬祖六歲人 特別是福祉一間可以保障必處收入的狀況 要因為保障不定義算來公開訴求 所以包括蘇財和靠獨家的資料 要分開提供 那是就他的紀錄不要提供 南區國水宮表示三位照合精進 要他的心情 第一項就是你可以申請你跟配偶的 所得跟扣除我資料分開提供 那第二個第二項你可以申請 你滿二十歲以上的子女 或者是直系親屬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所得資料 跟扣除我資料要分開提供 那第三個你可以申請不要提供 你納稅人本人的扣除我資料 第四個你可以申請不要提供 納稅人本人的醫藥及生育費扣除資料 這是扣除資料跟所得資料分開的部分 那所得的事算服務呢 我們其實也是有分為四項 當然國水宮也提出六歲人 那是紅毛錢 順便申請分開提供資料 除了負貨可以分開身部的狀況以外 以外應該合併來補稅 其於申請方式 不管是來國水宮的幾台 或是萬路申請都可以 另外今年如果是二月二十歲以上有賺錢 要第一次補稅 申請水甲七申洪屋 也記得在三個早合進前拿出行錢 也記得在二月十五號到三月十五號 這一段時間你如果要提供所得資料 記得要來申請 我們一定會用電腦幫你算好 直接把我們的核定通知書 直接寄到您手上 那你只要有一個按確認的動作 一直成功就可以完成申報了 台新聞顧恩吉和喬邦蔡亦互報的 食者生存是達爾倫英華倫當中的重要觀點 在台灣省電子的單位 跟客家實家跟台南美術館 特別安心出一張沒有食者生存的電源 要來探討社會 零款和性別 要請市民共同來加進 相信很多觀眾都有聽過 試著生存機構的 台灣的藝術團隊就將這句話 擴大延伸 行為不適者生存 並骨盤一張藝術店 邀請二十五位現代藝術的創作者 家庭跟美術館 以及民間團體 共同提供電品來電出 當中探討了現代社會議題 性別 零款頂豐富的面相 當時也結合行動藝術 讓這個藝術 行為了解不一樣審應的白帶 現在來到台南市立美術館 骨盤危機半年的藝術 要讓台南的觀眾 享受到一張不一樣的事件 不適者生存 我想也就是適者要生存 那麼它在這個幾個檔期裡面 幾個展覽場裡面 從這個當代藝術 從這個社會議題 從社區的一個感應 表現出我們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產生的一個美學的一個 這個反省 更重要如何建立它生生補習的一個現代性 尤其有涉及到這個男女之間 或者生活之間 以及我們的一個內在的一個生活 不是適者生存這個展覽呢 其實大家提到展明的時候 很容易忽略到這個展覽的名稱 後面還有一個問號 那這個問號其實也是展覽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都是用肯定句去提述的時候 很常把它定義下來 但是這個展覽正好相反 所以是透過這個提問 去把我們一些看似很自然而然的東西 然後看似非常稀鬆平常的東西 它其實有不同的觀點 需要大家去關注 這個展覽不適合在台灣各地來巡迴 但是在最多民眾的回饋就是看不到 俗點林強調 這就是新鮮的一些社會議題 開始推動的時候收到的狀況 雖然有但沒有很辛苦 但是也是必須經過的過程 那這個展覽過去在策劃的過程中 一直不是走讓人家很容易理解 或是看得有點疑惑 甚至過程中不太順利 但我覺得這些過程是許多社會議題 在一開始倡議的時候所會遭遇到的難題 那我相信藝術家或者是所有的藝術工作者 在既有的現實基礎之上 在實踐他們的藝術理念的時候 多多少少一開始都是有一點點阻力的 若沒有這個阻力的話 很難激盪出藝術的火花 所以這也是多元成展 之所以要一直持續做展覽的初衷 獨了這個不適者生存的電源 同一站老爺 古板全滿五年就社會的五年就電 邀請其名朋友 這會來到大安市立美術館 行相加劇術家精彩的作品 等新聞郭伯毅 蔡鳳不得 今天有的家王海鳳在邊緣的船 行相在台南高潔的水 所以也將對台南高潔和味蜂 典開一顆的創作 當時跟羅惠老師的俗話作品 我真正在企護理老的共同 古板十月電 聊天的鄉親 坐回來欣賞 一百一百的圍作 當中的創作 都是台南地面的樂園和鼓勢 和最負荷的社會舒緩 讓整個作品典現了書中有畫 畫中有書的意象 這間的電影是有著第一名的劇術家 王海鳳和他的學生羅惠 兩位老師 共同古板的古著書的電影 因為在朋友的傳領之下 讓王海鳳老師感受到台南的水 加上他們這台南建成四百年 兩位劇術家 約共同套過他們的作品 來保留這些古著風景 希望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台南的水 現在在市府里老古板電燈 邀請市民朋友 做回來欣賞這些作品 我長期是在畫西畫 西畫畫、油畫、水彩、粉彩等等 所以比較接觸的比較西畫 這次來到台南 朋友跟我介紹台南的古蹟相當多 希望我能夠畫台南的古蹟 他們帶著我到處去參觀 看了之後 確實台南是一個文化底蘊 相當濃厚的古蹟 所以它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我從去年開始就寫生創作 希望把這麼美好的中國的 我們文化、藝術 能夠讓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認識 這次在市政府展覽的作品 都是以台南的古蹟為主 總共14個主題 那從我們台南的刺坎樓 大家耳熟能想的武廟、天后宮、安平古堡 那都在王海峰大師的畫像 然後做一個呈現 那搭配每一幅畫作 都有一幅我的書法作品 那書法作品裡面的內容 講的就是那個古蹟裡面的文化歷史 那這些都是台南的國寶 那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資產 這家電視的55件作品 除了有古蹟 也有很多是台南的廟 所以很多廟的代表也都很精彩 英雄老師精彩的作品 也因為這家電視是在市府當中骨斑 所以要來看電視的民眾 也要遵守豐益的規定 以來台南的古蹟也就是廟到書法的民眾 也千萬不要測過這條精彩的電視 我們新聞還不易 採訪不得 先最來關心上市的天氣變化 既然是好天有時多風的天氣 我們都15度到21度白了好 台南變軍鋒利 四季到五季相對準風七季 感謝收看李維在七月中家等本新聞 我們再會 下午後